我们继续看下来的 就是《马太福音》4章18-22节 这里讲到他的初始的门徒 根据《约翰福音》1章35-42节所记载 耶稣在犹太的白大历曾经呼召彼得、安德烈、腓力和拿旦叶四个人 是不知什么原因 现在彼得和安德烈弟兄两个人 已经搬来加伯隆操作鱼叶 加伯隆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 这个湖是处于海平底下的682尺 而最长阔之处是有13和7里 在旧约名基列湖 新约有名格尼撒勒湖 又或者是提比利亚海 环绕这个大湖是有九大个耀真 就好像是白塞大、加伯隆、马加丹、格拉森、提比利亚等等 现在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再次呼召彼得和安德烈 以人为语 同时呼召了另一对的兄弟 就是雅各和约翰 就说来跟从我 这个是拉比邀请人做门徒的术语 毁他们就是暴人的重任 这个暴鱼人的旧属的观念 其实是源自于旧约的 神是借着先知耶利米 预告他将要打发那些暴鱼的人 到处去招聚被奴之民 而如今耶稣呼召门徒去到处招聚被罪恶捆绑的人 有不少的学者是今次的事迹就跟路加福音五章 一照十一节那件事就摆在一起 也都有将它分为两件事 而门徒一次或者多次就好像圣经里面不凡举例 就好像以塞亚和保罗的一次 摩西的约和约拿的二次 耶利米的三次 以西结的五次 这个本来都是正常的 而门徒对呼召的承诺奉献 委身等等 他们的灵命配合 恩典的神就是着亮地按照个别的情况来来定的 就是这四个人当中 除了安德烈之外 其他三个人日后再次蒙照 可见神确实要用他们 而在四福音里面 耶稣曾经有五次呼召人做他的门徒 而今次四兄弟被照 奠定了他们将来侍奉神 一个稳固的基础 其中是彼得、约翰、雅各 这三个人成为耶稣的近身门徒 对初期的教会的贡献更加有影响 他们被誉为是教会的柱石 而彼得又是十二使徒团契的发言人 为人就是激烈、豪爽乐观 雅各的领导能力必然是超却 令到他成为最早的殉道者 而约翰就是一个沉实、忠诚、强调神的爱 而安德烈的侍奉 虽然不及这三个人那么显著 却是以个人工作来建清的 包括领彼得、五饼二鱼的孩童 和参观如月节的外邦人 等到耶稣跟前 接着讲到他的传道策略 就是4章23-25 好了 耶稣带着这些开始的门徒 走运了加利利的各个地方 根据约瑟夫所记 加利利总共有204个村镇 每个地的人口不及2万 也有人估计 如果耶稣和门徒 能够每天去探访两个村镇 这都需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才可以走运加利利 但这个速度 没有将安息日计算在内 而若果 配合约翰福音 一章召四章里面的地理 和施世约翰所走过的地方 大致上整个巴勒斯坦地 已经听闻过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的讯息 而他的传道策略 可以总括为有三个 首先第一 就是教训 交为细微地解释 有关于天国的性质 以及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 第二就是全港 就是较为大刀阔虎地宣告 有关天国的来临 即是叫做福音 而第三个就是医病 在旧约和犹太传统 有很多地方也都宣称 在梅塞亚的国度里面 疾病和罪恶是不会存在的 医病是神和他的梅塞亚 独具的权能来的 所以梅塞亚的身份 身份证呢 就在四福音里面 天国的信息和治病 是分不开的一个整体 就是以当人听闻天国的福音 并且看到天国的神迹出现 他们就会立刻知道 梅塞亚来了 以色列的王来了 以色列的国度也都来到了 耶稣的全道的策略 在会堂里外都是会实施的 在会堂就是被老时代的产物 当时圣殿已经毁去了 而神的子民就没有了敬拜 和传授宗教信仰的忠心 而那些敬虔的人士 有监依这个需要的 就发明了 就是暂贷部分圣殿公用的会堂 所以在巴比伦秘鲁之地 会堂就是纷纷建立的 也都成为了犹太人的崇拜中心 日后更加成为他们的宗教教育学府 兼且就是福利机构 根据在耶稣的时代所说 全国的会堂总数是达到一千五百间 那么多 那正在耶路撒冷就已经有四百五十个会堂 除此之外 耶稣也都会在会堂之外 就是医治各样的奇难杂症 在他手下 没有一样病他医不好 全部都能够医得好 他的名声甚至享设于外邦之地的敘利亚 除了撒马里亚之外 整个的巴勒仙塔地 和由东北至到中原的底加坡里 的人都是蜂蜂地来跟随耶稣 以免错失了进天国的这个机会 这十个城大概有大马式 基纳 提雍 希波 加拉大 亚比拉 西多玻璃 比拉 奇拉沙 以及非拉铁非 西多玻璃 并是若旦河之外 即是比利亚的地大 马太似乎是轻描淡舍地 记载耶稣的传道策略 其实他是意图指出 整个的以色列国 是已经有机会接受天国的福音 而若他们因为拒绝而遭受审判 他们就不能怪责没有听过天国喜讯的藉口 这个也是马太写这个书 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之一 好了 今节先讲到这里 先